还要来关注的是是世界上面最有钱的人 马斯克他话题不断 之前才说要把名下的房产卖光光 甚至还传出其实他常常借住在朋友家 现在他的新家曝光了 就在美国德州SPEC X星际基地的附近 不过从这个外观看起来并不是豪宅 而是相当普通的一栋平房 附近的邻居也告诉媒体 他说马斯克就真的住在里面 好我们要把镜头转回到台湾这边来 在画面当中是一人纳斗 最主要是因为今年一月底 他经传说闹出血紧急住院开刀 但还好经过了将近四个月的休养之后 他总算出院回家了 今天他也终于首度现身 透过女朋友依依录制的影片 他开头第一句就跟大家宣告 我回来了 他也形容整个过程好像在做梦一样 他也很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不过这支影片看下来可以看得出来 纳透的气色相当不错 也让很多担心他的粉丝松了一口气 我是影头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很多家长的心声 希望这个游戏规则不要再变下去了 他们真的要疯了 现在面临到教育部宣布了新的停课心智 让家长们好混乱 原本的这个救治呢 是一个人确诊全班停课七天 但是从5月8号之后就改成三天 结果就有一些家长遇到了一些状况 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像是在凤山有一位正爸爸 他原本接到校方说 一位孩子的同学确诊了 因应新智上路 9号就可以复课 但之后他又被通知 要依照救治 持续停课到13号 还有左营的一位林妈妈 他知道孩子的同学确诊 但还没有三天就被通知说 他的孩子如果快筛 阴性就要回去上课 后来才知道原来最后的接触时间 已经超过三天 政策边来边去 让家长们说 他们的心真的好累 好 在越来越多人确诊的状况下 其实很多人很急 希望可以去医院这边 拿到医生的诊断书 因为必须要有诊断书 这个防疫险才有办法理赔 但警管会今天就说了 以后就用数位的健康证明 来取代诊断书 这句话可是让保险业者直接炸锅 这个产险业者就说了 这个电子证明少了医生的把关程序 也缺少了这个病例号码以及个资 如果今天有人未造的话 谁必须要来负担 好 现在这个心声也有人听到 所以政府也说 这个数位的健康声明 从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8点 是暂停服务 因为他们的版本要进行更新 要新增的就是这个保险业者需要的身份证字号的栏位 只不过今天其实陈时中针对于这个部分 也直接跟保险业者把话说得很重 他们认为保险业者用这个诊断书会引发恐慌 而且陈时中也说防疫保单是保险合约 保险合约是经过精管会核准 他也提醒业者是有履行的义务 台湾将在这一波本土疫情过后走向跟病毒共存 但到底什么时候有希望全面解封 今天陈时中给了一个答案 他说呢 其实5月20号到6月10号 这22天就是台湾的疫情高峰期 但是过了6月10号之后 他认为台湾的确诊病例数从7月就会开始下降 那记者当然就要继续来追问 难道7月就可以来脱口罩 陈时中今天给了一个相当肯定的答案 他说当然 但希望不会这么快 会先从户外还有一些空旷的场合开始开放起 再来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传染病 有没有可能从第5类的强制管制 降低到第4类的一般管制 如果7月病例数开始下降 难道从7月就要开始调整吗 陈时中的话蛮保留的 他说可能吧 要等到这一波过后才可以考虑 目前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的边境是一定会开放的 好 虽然这个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在确诊过后很多人都要再跑一趟医院 最主要就是要跟医生领到这一张诊断书 才可以去请这个医疗险 但是现在金管辉就说了 在未来数位的健康证明就要来取代诊断书 这一句话可是让保险业者直接炸锅 他说这个电子证明少了医生的把关的程序 而且上面也缺少了病例号码以及个资 如果今天有人未造的话 到底谁必须要来负责 所以政府就说好 我就来进行改版 数位的健康证明从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8点 是暂停服务的 为什么 版本要进行更新 会增加一个身份证字号的栏位 只不过针对于这样的说法 其实很多保险业者还是不买单 但是陈时中直接炮轰 他们认为这样的业者是引发了恐慌 陈时中今天也呼吁 只要是申请纸本就会影响到医疗量能 只要是数位是合法的证明 应该都要可以使用 另外在今天下午的2点23分 发生了规模6点1的有感地震 整个台湾从南到北都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样的摇晃 东部的宜花东还有双北都达到三级的震度 很多民众都拍到了家里面的水晶灯 或者是鱼缸被震到摇晃的画面 台北的捷运为了行车安全 也立刻启动了慢速行驶机制 这也是今年第五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 气象局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 未来五天可能还会再发生余震 就在母亲节的前夕 宜兰的罗东不爱医院 还有花莲的门诺医院 成功为三位确诊的孕妇给接生了 医护人员他们穿好了好几层防护衣 从头是包到脚 还必须要戴上面罩 整个手术过程比平常还要辛苦 但他们也说了 当下听到宝宝很红亮的哭声 所有人都觉得超级值得 也让这三位妈妈度过了一个相当难忘的母亲节 另外在台南这一名郭小姐 去年因为工作的需要 她施拿两剂高端疫苗之后 就剧烈的呕吐 而且还突然瘫痪了 治疗了半年之后 她到现在还必须要包着尿布 还要靠着助行器来行走 她的生活没有办法自理 让她很难过的说 其实在没有打疫苗之前 家里面的经济全部都是靠她 但是倒架之后当然没有办法工作 只好四处借钱来过生活 还有必须要靠曾经中风的母亲 来赚钱勉强过日 而她向疾管署申请的受害救济 还在审理当中 这个救济补偿什么时候会下来 她也真的不知道 化学金情在东京奥运 为台湾拿下举重金牌的郭敬纯 由于9月份杭州亚运延期了 她刚好可以调整步调来养伤 甚至她很厉害 当起了斜杠女神 我们来听听看她怎么说吧 另外在日本这场长跑比赛 摄影师竟然误入了跑道 导致选手被电线给勒住脖子 另外来关注乌俄的战争 现在俄军看势气势很盛 但是却被乌克兰的民众的口罩声给吓跑了 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各位观众 晚安你好 我是影童 欢迎您加入今天华世1900晚间新闻 今天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今天台湾疫情的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新增的本土病例数有40,263例 另外也新增了12例的死亡 而今天最严重的三个限制分别是台北 新北跟桃园 但是在台北跟新北 今天的确诊病例数 如果跟昨天相比的话 这个数字是由于往下掉的 道士桃园昨天的确诊人数是5000多例 今天增加到了6358例 而另外今天12例病魔当中有11例都是慢性病的患者 其中三个人没有打疫苗 而同时今天也新增了71例的中重症 还有一个是才8个月大的小女营 她是今年最小最小的重症个案 其实她一开始到医院的时候 人是没有什么事情的 但没有想到回家之后 她的状况变得很严重 也就是开始抽数 而且还有低血压直接被送进了加护病房 不过你可以看到今天透过这样的曲线图 你可以关心到这两天的病例数有点趋缓下来 甚至在今天跟昨天相比 这个病例数还少了9% 很多人在关心的是 难道现在台湾的疫情高峰已经结束了吗 陈仲认为说这两天的个案数下降 最主要是因为一天礼拜六 另外一天是礼拜天 是假日效应 她相信这个是稍微低估的量 而另外大家也很关心的是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要来抢快筛的日子 陈仲也说了 她现在每天都会提供40万剂的快筛 大约两到三个礼拜之后 就会达到平衡 而另外今天还有185万剂的BNT 在今天上午抵达了桃源国际机场 但是有很多家长说他们快要被这样的新制救治给搞疯了 现在教育部宣布的停课新制度让家长相当混乱 5月8号之前的救治就是一个人确诊必须要整个班级停课七天 但是从8号开始就必须变成了停课三天 那后四天只要是筛检阴性就可以上课 上次在凤山有一位正爸爸原本接到学校的电话 说因为孩子的同学确诊了 因应新制上路9号就可以复课 之后他又接到另外一通电话 说新制不走了 他们要按照救治 持续停课到13号 让他觉得心好累